那最後呢我們來看一下就是OneNote本身的這個所謂的用擴充工具的方式來加入的話 您會發現會更方便 不過呢有一個前提您必須要有課程 要有課程 所謂的課程呢就是因為呢我們的資料都是以課程為主 那您建立的時候呢先從這邊要建一個新的課程 好我來這邊建一個 好 OK建立 那麼建立好還不夠 因為呢我們裡面還需要至少有一個主題 那這個主題您可以把它當作是什麼 當作資料夾 當作資料夾這樣您可能就會比較清楚 比如說我這個是影片的 好 再來我增加一個文件的好了 好 好 那我這樣有了之後就OK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您在這邊 我先給您看一下我的 你看我的免費的 老師不見得一定是您上課的才可以放這裡 有興趣的也可以放哪裡 這樣你就知道我剛剛有一些有興趣的嘛 像我對這個有興趣嘛 科普的我也很有興趣啊 我就把它收集起來啊 還有我對很多嘗試也有興趣啊 我看到我就把它收集起來 好那類似像這樣 那我在這裡面呢 您可以看到有沒有做很多的分類 很多分類喔 那現在呢我已經建立好了 我們就來看看喔 假設剛剛這段影片 您剛剛是還有一個Copy的動作 現在 你把它省下 來按這裡 按一下之後 有沒有發現有出現兩個選項 一個是說你目前選到這個 我要加入玩弄 一個呢 很一點 全部都要 你就一直開好就好了嘛 就全部都要 所以我就從這邊 按下 加入 現有的這個 好 加入之後呢 我們就會看到這個畫面喔 有沒有一樣有標題 有內容 對不對 那您選擇 把預覽跟發佈 但是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我進到這個 課程 哪一個類型 哪一個資料夾是進來的 所以我這影片裡的 好我把它按鎖出來 這樣就進去了 這樣不是比較快嗎 對不對 那你會問我一件事情 那如果有播放清單怎麼辦 一個裡面清單有很多種 比如說你到我們家的 來這裡 我們家的 播放清單 如果你是這一種的 我要加入的時候 比如說我這樣 一點進來 這裡面有好幾個對不對 不好意思 就全部一起來吧 這樣有沒有快一點 你可以自己選擇 到底哪一個要或不要 這樣 我們再加入影片 有沒有快很多 所以您整理教材 平常在看的時候 就變做功課 你不要看過那個畢章嗎 老師 他們那些都看過了 我也有看過了 其實我們小時候看過了 都有一個本書 但是我們是教材的 就放進來了 就放進來了 所以呢 不是說我今天要上課 我才來備課 這樣想完 平常 摸看摸看 就準備了 所以呢 我今天要引用的時候 怎麼用 像這樣子 我們在這邊 如果今天我想要去引用它的時候 我們回到我們的群組裡面來 任務 好 你看我在這裡 平常我最常用的就是從這邊 因為我自己建立的 就一頭拉鍋了有沒有 所以我就跳 最近可能要上什麼內容 跟YouTube頻道經營相關的 我就點一點 全部 或者是我覺得這個比較適合我們班的 因為每個班級 你可以給不一樣的教材 甚至你可以做補充教材 然後就直接加入 一樣 就複製我引用 這樣 老師您在備課有沒有快很多 而且最重要的是 如果萬一您剛剛那個教材有更新的 因為我是在課程裡面是做的 所以我這邊更新的 群組裡面 不管你加入到哪個群組 幾個群組 全部一起更新 我比較喜歡這種方法 因為這樣子是統一管理 我們以後 同學即使他在看資料 他會看 原來老師你的教材是會更新的 你不用說每個群組在怎麼樣 各別去獨立去做 那最後補充一個就是 如果說老師您有比較多的班級 可能一次帶兩個班 帶三個班 或者真是明年的班級 你可以直接把今年的 就怎麼樣 匯出來就好了 比如說我用這一個 那我就直接用匯出的功能 這個我現在講的都是 一般帳號就可以用的功能 您從這邊直接匯出 您可以 原則上就是 學生不用匯出嘛 對不對 其他的都可以匯出 我就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那麼下次呢 我們需要的時候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匯入 所以我通常說 開新學期的時候 我們都是做一個班級就好 其他的班級怎麼樣 管他的對不對 我們就從這邊 來建立的時候 我直接用匯入的 直接找到我們的這個檔案 有沒有 你看你要匯入哪些內容 直接匯入 不要在那裡摳來摳去的 這樣麻煩 對不對 我們這樣備課有沒有 變得比較方便 您的資料 已經在雲端令點 統一管理 然後呢 班級經營又在這邊 統一管理 這樣有沒有快很多 那麼進來之後 他會自動幫你做一個區隔 就是多一個copy 這樣你就比較清楚 這是複製過來的 如果有需要調整 就從設定這邊 再自行調整一下 這樣就OK啦 這樣是不是就有一個新的群組產生了 所以您的班級 其實可以像這樣很輕鬆的 就建立完成 OK 好 那可能今天時間上的關係 我可能大致上 只能先介紹到這邊 不知道老師您對我們 就是後半段 上的這個內容 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覺得 現在對教學比較有熱忱 比較有信心一點的 哈哈哈哈 其實真的 起頭難 好起頭難 你只要一開始啟動 有了一些東西之後 你會發現 慢慢的越來越順 真的會越來越順 好 那我就先把畫面還給大家囉